哈喽大家好我是Grace 那么又见面了 那这个礼拜呢要给大家录的是我的六月购物分享 那这个月呢其实没有买很多东西 主要是因为我在参加一个培训 所以说没有说花很多时间去挑选化妆品 所以东西也不是很多 基本上还都是在国内专柜买的 那就只有一小袋这样子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话不多说来看一下 我这个月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吧 那首先呢你们刚刚有看到我这个Dior的袋子 所以我在Dior的专柜里面有买三样东西 那首先呢这一个呢就是卸眼睛的卸妆水 这个我之前就是用过 现在只是一个回购 这个叫做Instant Eye Makeup Remover 这个我用了之后我觉得很好 它不刺激眼睛非常温和 而且也不会造成眼下暗沉 卸妆也卸得很干净 卸妆力很强 所以这个东西我很喜欢 然后我又回购了 它是水油分离的这样子的一个卸妆水 它这下面你们也可以看到 它说可以是给Sensitive Eyes用的 那我的眼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敏感的 因为我整个皮肤就是比较敏感 所以这一瓶是我新买的卸眼睛的卸妆液 但我有些时候也会拿来就是眼睛嘴唇都用它卸 我觉得卸得很干净很好 那这个就不多说了 我觉得之前我夸它还夸得蛮多的吧 所以这是一瓶我最近买的卸妆水 然后在Dior呢我有买两支口红 应该是它新出的一个系列 它这个系列出的好像全部都是金属光泽的这样一个口红 它这个叫做烈焰蓝金叶唇膏 我买的色号一个是334一个是751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334号 334号的它这个颜色叫做Fibrate Metal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裸的这样一个颜色 然后涂在手上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今天的灯光有点太黄了 就好像有点看不出来我这个到底是什么颜色 所以我打算今天的每一支口红都试在嘴唇上面 给你们看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颜色 把镜子搬过来 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嘴唇上的这个颜色呢 是这支颜色再加上我买的另外这支颜色 我觉得两个颜色混起来还蛮好看的 那我先单独试这个334号Fibrate Metal 给你们看一下 那我就用刚刚这个卸妆水来卸我嘴唇上的妆 好那我试这个颜色哦 好那它上到嘴唇上面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今天这个四周灯光可能有点太亮了 所以导致我这样照出来这个颜色就有点 就好像显得我整个人比较没气色 但是如果说当你花了那种非常亮的颜色的眼影腮红之后 你再用这个颜色的话是会蛮好看的 不会喧宾夺主的那种感觉 这一支我是拿来打算这样子用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裸色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吧 我个人最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虽然我觉得现在上到嘴唇上面真的有点不太好看 它这支颜色就非常跳 涂到手上试色 给你们看一下 这颜色是有点偏橘的这样一个金属光泽的颜色 我觉得亮亮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像颜色非常淡的 开放地的那支 Lolita 2 淡版的这个颜色 当时我想买的就是这种GG的这个颜色嘛 所以我就选了这一支 这一支单上唇是好看的 那我现在试给你们看一下 先把这个擦掉 我觉得这颜色上唇 你们肯定会觉得比刚刚那个颜色好看 在镜头里面看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颜色刚好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我去上班这个颜色会有点太夸张 所以当时我在柜上 就是我在去买这个口红的时候 我试的是就是把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用 到它那个中间的那种红度的那样 我觉得是最刚刚好最日常的 这支单用的话 我觉得晚上就出去约会啊 出去party就还好 但是如果说你上班的话 我觉得这支有点稍微有点太红了 我不敢这样去上班诶 你们觉得呢 这支颜色是好看的 我现在这个灯光真的有点太黄了 它可能有点造成我试色不准 但我觉得在手上的这个颜色是准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我手上的这个刷色 好那这就是两支我买的Dior的口红 然后我还买了另外两支胶蓝的口红 你们可以看到这有四个包装 但其实它只有两支 因为它是新出了这个带一个壳 然后配一支口红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两个搭在一起是一支 这是我当时在看YouTube时候 我有看到一个博主在用这个 然后我就很想买 正好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在香港 我就让他帮我带了 这支我已经有偷偷用过 你们看这支是超漂亮的 它的壳是这样子的一个壳 我买的是这个粉色的 它有很多种颜色可以任你挑选 然后它里面打开是一个小镜子 这支是它的口红本红 里面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这支颜色是非常温柔的颜色 我上班都在用它 这支色号是62号 然后我刷到手上给你们看一下颜色 它是非常粉嫩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你看跟这支比 刚刚这支是不是就有点略显的太红了 好那我现在这支上唇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外面光自然光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加了这个灯光之后 可能有点偏差颜色会 如果说你们想看这支颜色的话 可以去我那个五月购物分享里面的看一下 我嘴唇上的那个颜色 就是这支口红的颜色 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小的扭扣样的东西 是把它这个镜子给合住的 然后当你给它拔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摊开 超赞的 对于一个不喜欢带化妆包出门的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天堂啊 但这个很重 这支非常的滋润 好了 你们看我涂上去的动作就知道这支超好涂吧 非常非常日常的这样一个粉色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这支是超喜欢用的 不仅是它的外观吧 还有它很滋润 上唇的时候很顺滑 然后这个颜色又很日常 我现在就用那么日常的颜色啊 上班画个大红唇 别人那种奇怪的眼神 看你啊 好那这就是这一支组合 好然后另外一支组合 我还没有拆过 另外一支组合是一个这样子的金色的壳 再加上一支非常鲜艳的红的这样一个口红 这支色号是25号 这支应该是比那支要红很多的 它刚打开的时候 它是这边有一个盖子给它盖住的 拆开这个壳 把它组装到一起 拆开就是这样的 一支新的口红 那我现在试这个颜色给你们看 这个是25号色 忘了在手上刷色 我先刷色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这样一支 这颜色很深啊 这支就比刚刚那支深非常多了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上面两支 相对来说都比较偏橘白 这两支是比较偏粉红美红这样子 那我现在试在嘴唇上面给你们看一下 好它是这样一个颜色 这两支我都很喜欢 因为它们不是雾面的 很顺滑的这样两个颜色 涂上唇的话感觉很好 而且这支其实我用了还蛮久的 我还蛮喜欢的 平时上班我都会把它放在口袋里面这样子 那这就是娇兰她新出的这样子的两支口红 我觉得她这个设计真的太棒太棒了 我看到之后我就认不住就买了 这小公主都要有的啊 好开个玩笑 好那么口红的部分终于介绍完了 下面就还有几样杂技大巴的东西 首先是我买了一瓶防晒喷雾 就是路德清的这个叫做清透沁凉防晒喷雾 SPF50加PA4个加 这就是正常的一瓶这种防晒喷雾吧 比如说现在夏天嘛要出去运动 所以就在户外时间比较长 就会比较需要这个 那这瓶就也没什么特殊的 反正就是正常的这瓶防晒喷雾是我在去城市里面买的 现在这瓶相对来说还是算卖的比较好的这样一瓶吧 我看销量还不错 而且我想说一下防晒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不做防晒的话 你可以看到你的皮肤衰老的会非常快 然后也会变黑变暗沉 会长斑之类的这些 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还会撑个阳散 虽然我觉得有点过分 但是我现在会这样做 我有心买阳散这样子 Anyway那好那这就是这个防晒 好然后我这次还有去Zara Home逛一下 买两样东西 我就有看到这一瓶 它这个叫做织物清新剂 味道是叫做White Jasmine 那是白茉莉味对这样子 织物清新剂的话 顾名思义就是你可以喷在你的床单上面 你的衣服上面这些东西上面 那我买这个主要是我想拿来喷衣服 因为有的时候出去吃味道比较重的东西 那个衣服上的味道真的很难闻 你可能吃了中饭之后完蛋了 你一天身上都是那个味道 所以就是需要这种清新剂来喷一下 refresh一下你的衣服 这瓶还蛮大的 它有250ml 所以我会把它装在小瓶里面带出去用 这个White Jasmine的味道是我觉得在所有的spray里面 味道最好闻的 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嘛 我最喜欢这个White Jasmine的这个味道 它是非常清新的那种味道 不会说很浓郁或者很甜 让别人闻到很冲鼻的那种味道 不是的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这一瓶 然后除了刚刚那个植物清新剂之外 我还买了一个超大的蜡烛 它的味道叫做Oriental Light 它长得超级漂亮的 看 然后上面是镜面的 这样子的 里面是这样的 超美 它这个味道就跟刚刚的那个不太一样 这个味道是家里面的味道 有一点点木头的味道 我其实对木头的味道还蛮情有独钟的 它这个稍微带有一点点点点那种色香的味道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 它跟那个我之前太早之前了 我有一瓶Tom Ford的南香是黑色的 你们应该都不记得了 因为那个可能是我在一年前买的 然后那个时候介绍的 我说我很喜欢那瓶南香 它跟那个香水应该是一挂的 偏木头的味道的系列的这样子的 我觉得对味道描述真好差劲哦 我真描述不出来 对这个味道也不是很冲鼻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长得很漂亮 你们看这个 它下面是这种磨砂的很有质感 就是很高级啊 你把它点完之后 你就用这个拿来装东西 这样子放在桌子上面也很好看啊 对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那么好 那么这一期所有的东西都分享完了 是不是这一期的视频有一点点太快了 就之前我的购物分享还都蛮长的吧 这一期就突然变得那么短 是不是有点不习惯你们 好了那我下个月会好好做功课 然后去买些好的东西来给大家分享 好那么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 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呢 记得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微博的话呢 记得关注我的微博 我会把我的微博名字放在这里 好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放进去�